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人不知 五人不晓 他的五官 犹如金雕细琢的玉器 精致而又不失大气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天生的优雅与贵气 而他的亲和力 更是如春风拂面 温暖而亲切 让人心生欢喜 这般少年 犹如山剑青泉 清澈而纯净 让人一见清新 他的笑容 仿佛阳光穿透云层 洒在大地上 温暖而明媚 他的眼神 深邃而明亮 仿佛能洞察人心 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 他的举止 从容而优雅 无论是舞台上的他 还是生活中的他 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让人为之着迷 他的演艺之路 虽起步于同心 却未曾因此而局限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一步步攀登至演艺的巅峰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他的每一部作品 都犹如一部经典的史诗 让人为之动容 为之感动 他的每一个角色 都仿佛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他用心去诠释 用情去演艺 让人为之震撼 为之赞叹 第九名成义 这个名字在今日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 意义生辉 他的话题播放量达到了惊人的509亿 这个数字 不仅仅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肯定 更是对他十年如一日坚持与努力的最好回报 遂年 那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的默默付出 是多少次跌倒后的重新站起 是无数次的期待与等待 诚意 他就像那潜藏在深土中的蝉 默默折服 忍受着寂寞与孤独 只为等待那个绽放的时刻 终于 他等到了莲花楼 这部作品 就像是他生命中的一道曙光 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 他的演技 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他的努力 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他后继勃发 将多年的积累与沉淀 化为屏幕上的精彩呈现 让人为之动容 为之震撼 努力的人 终究会被看到 诚意的故事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他的坚持与执着 他的汗水与泪水 都化为了今日的成功与辉煌 他的每一次表演 都仿佛是一次生命的燃烧 他用自己的热情与才华 点燃了观众的内心 也点亮了自己的未来 在莲花楼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 更加自信的诚意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都充满了力量与魅力 他用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第八名 白静庭 一个名字 在娱乐圈中如同璀璨的星辰 光芒四射 他的话题播放量高达537.3亿 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他在观众心中的影响力 更是他有言有演技的最好证明 白静庭的颜值 无疑是他的一大亮点 他五官精致 线条分明 无论是阳光少年的清新形象 还是成熟男性的沉稳魅力 他都能轻松驾驭 他的外貌优势让他在镜头前总是那么耀眼 吸引了无数粉丝的目光 然而 白静庭并非只靠颜值吃饭 他的演技同样出色 这也是他能够在娱乐圈中立足的重要原因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 将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青春丽之剧中的热血少年 还是古装剧中的翩翩公子 他都能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让观众为之倾倒 除了演织和演技 白静庭还以他独特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幽默风趣 善于自嘲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显眼包 他的这种性格特点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致 也让他的粉丝更加喜欢他 第七名原家伦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演员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他的话题播放量高达547.6亿 即使在2023年仅有一部作品播出的情况下 他依然能够登上前十的行列 这充分展示了他的实力和影响力 人家伦队演技深受观众认可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 将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他都能够轻松驾驭 将角色诠释得栩栩如生 他的表演自然真实 不做作 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角色的情感变化 此外 任佳伦在演艺圈中也以其勤奋和努力著称 他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努力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 他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也为他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第六名 张艺星 这位名字在娱乐圈中意义生辉的全能艺人 其话题播放量高达惊人的568.8亿 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他的人气之声 更是对他多才多艺 稳定输出的最好证明 张艺星 一个集歌唱 舞蹈 影视表演于一身的艺人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歌声如天籁之音 深情而富有感染力 无论是慢歌还是快歌 他都能轻松驾驭 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他的舞蹈更是精湛绝伦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美感 让人为之倾倒 而他的演技也同样出色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他都能将角色诠释得深入人心 让人为之动容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张艺星能够保持稳定输出 实属不易 他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以为自己在娱乐圈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第五名 李宪 这个名字在娱乐圈中早已是响当当的存在 他的话题播放量高达590.8亿 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他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更是对他作品影响力的有利证明 回顾李宪的演艺生涯 一部亲爱的 热爱的无疑是他事业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部剧集在播出时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 李宪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他的表演自然真实 情感争执成功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形象 第四名王赫迪的话题播放量高达648.9亿 这一数字足以证明他在娱乐圈中的人气和影响力 自从《苍蓝爵》播出后 王赫迪便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名人的研制 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如今 他备受时尚品牌的青睐 无论是颜值还是作品都备受赞誉 王赫迪的时尚表现力堪称天花板级别 他能够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服饰 无论是正式场合的西装革履 还是休闲场合的潮流穿搭 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他的身材比例优越 加上独特的个人气质 使得他在镜头前总是那么耀眼 第三名 易扬千玺 这个名字如今已经是中国娱乐圈中一颗璀散的明星 他的话题播放量高达981.9亿 这个数字不仅代表了他在大众心中的广泛影响力 更彰显了他多才多艺 全面发展的实力 在舞蹈领域 易扬清洗的表现堪称一绝 他跳舞时那种帅到炸裂的感觉 总能让人为之倾倒 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 每一个节奏都完美把控 他的舞蹈充满了力量与美感 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他的舞蹈才华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更在业内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第二名 王毅博 这位话题播放量高达1235.1亿的艺人 无疑是当下娱乐圈的顶流之一 他以其出色的唱跳能力和在电影方面的卓越表现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业界的认可 在唱跳方面 王毅博的实力堪称一流 他的音乐作品风格多样 既有动感十足的舞曲 也有深情款款的抒情歌曲 他的舞蹈动作精准有力 节奏感极强 每一次舞台表演都能引发粉丝们的狂热尖叫 他的嗓音独特且富有感染力 无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都能轻松驾驭 为观众带来了许多难忘的音乐瞬间 第一名 肖战 这位备受瞩目的艺人 话题播放量达到了惊人的1692亿 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才华逐步累积起来的 自从陈琴令这部作品播出后 肖战便凭借其出色的表演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从而开启了他的《非生之路》 在陈琴令中 肖战饰演的角色深入人心 他的演技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此后 他一直在演艺事业上不断突破自我 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肖战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舞台表演 商业代言等方面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的舞台魅力无人能抵 每一次表演都能引发观众的热烈反响 同时他也成为了众多品牌的代言人 展现出了极高的商业价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转货